出卖郭靖的内奸是谁 一男一女狼狈为奸 后人活到一天 富克敌国 郭靖历经数十年的勤学苦练 他的祥荣十八掌 不仅能和九阴真经 左右护国之术融会贯通在一起 还能和天罡北斗阵相辅相成 做到以一化七的至高妙境 加之郭靖熟读五目一书多年 身边又有个出谋画策的女中 诸葛黄荣 郭靖的襄阳城 理应顾若金汤才对 其实 若用武侠故事讲述的话 也是说的过去的 襄阳城内有两个内奸 他们一男一女狼狈为奸 提及一男一女的两个内奸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谁 有的读者认为 郭靖的女婿耶律奇是契丹人 他的父亲耶律楚才 和蒙古的忽必烈极其暧昧 耶律奇极有可能就是出卖郭靖之人 不过结合神雕侠侣的援助设定来看 耶律奇早在襄阳城大战中 就有失死如归的举动 就算杨过手持玄铁重剑 替他杀开一条血路 耶律奇仍不愿撇下士兵独自逃生 试问如此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又怎会做出通敌探变的事来 郭靖的女儿郭福虽嫁给了耶律奇 且郭福也是一个暴躁鲁莽之人 但在家国大义这件事上 郭福却丝毫不会含糊 因此耶律奇郭福夫妇 绝不是出卖郭靖的内奸 反而郭靖的徒弟武修文嫌疑很大 武修文还是还同时 就跟着郭靖上了桃花岛练舞 然而武修文根本就不是一个练舞的材料 此人也是心胸狭窄 与吕为难杨过 害得杨过被迫前往钟南山拜师学艺 在杨过二十岁的那一年 他早已拜了小龙女为师 此时的武修文跟随郭靖修炼多年 仍是一个三流草包 此外 武修文也没有从郭靖身上学到肝胆香肇和投桃暴力 反而有贪生怕死的举动 那时黄荣有孕在身 无法使出浑身解数和金轮法王正面对决 当时有了被金轮法王生擒的可能 杨过小龙女剑壮挺身而出 二人撤出剑来和金轮法王大打出手 然而此时的杨龙二人尚未领悟出双剑合臂的真谛 又如何会是金轮法王的对手 正当杨过小龙女逐渐若于下风之时 武修文和武敦如连声催促 师娘咱们先走吧 你身子不适 须得保重 黄荣听了大怒 为人不讲侠义二字 恋悟有何用处 活在世上又有何用处 这姓杨的强过你们百倍 你看杨过带着小龙女 蛇身望死营救黄荣和武士兄弟 武士兄弟转过身来 想抛下杨过小龙女逃命 可以预见的是 多年之后 忽必烈率领十万兵马 将襄阳城围了一个水泻不通 武修文早就吓得瑟瑟发抖 眼见城内的粮草捉襟见肘 武修文极有可能与妻子完颜萍谋划出路 最终与忽必烈暗中来往 二人里应外合之下 攻了郭靖一个措手不及 害得郭靖富被受敌 落得一个战死襄阳城的悲凉下场 而武修文的妻子完颜萍也并非善类 他的完颜父姓 暗示了完颜萍极有可能是完颜洪烈的后人 金庸是这么写的 完颜萍心道 自己国破家王多时 但父亲却留下了不少旧布和财宝 一个旧布和财宝证明完颜萍绝不是泛泛之辈 他的身世隐藏了一个巨大的暗线 原来在连载版神雕侠旅中 完颜萍还有一个身份 他竟是铁掌帮的教仲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金庸为何要说完颜萍的父亲 留下了不少旧布和财宝 完颜萍自己又有一个铁掌帮教仲的身份 笔者认为 金庸这样的铺垫似乎在酝酿一个剧情 即完颜萍图谋不轨 虽嫁给了郭靖的徒弟武修文 却一直想将郭靖除之而后快 以便替完颜洪烈报仇血恨 于是在杨博退隐之后 武修文完颜萍夫妇成了出卖郭靖的内奸 在他们的倒戈相像之下 郭靖武功再强 也会死于非命 当然 这也并非笔者的无中生有 至少在后续之作《倚天屠龙记》里 武修文和完颜萍的后代 竟然活到了后世时代 还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那时张乌继身众玄冥寒独九死一生 他逃到了昆仑的连环山庄 遇到了武修文的后代武裂 武清英和朱长林朱九珍 书中是这么写的 张乌继一生从未见过这等富丽舒适的所在 左京 乌宇楼格无不精致吉利 自故一善无损 但在这豪华的暖阁中时是大不相衬 不由的自残行贿 张乌继起身打开包裹 见识一套新缝皮衣 衬着雪白的长毛羊皮 心中也自欢喜 那皮衣仍是才做同仆装束 看来朱家是将他当定母仆了 武家的一个同仆就能身穿长毛羊皮 你能想象一下武修文的后代多么富有 此外 张乌继给武家拜年的时候 七八十个同仆跪了一地 旁边便有两名管家分发赏金 张乌继也得到二两银子 在《红楼梦》里 贾府四大家族之一 可谓是地位险要 财大气粗 可贾府里的仆人也就几百人 而武家的小同仆就有七八十人 一个刚入职的同仆就能分到二两银子 可见武家的财富值确实吓人 看到这里也能品读出金庸的言外之意 一 郭靖黄荣锅破鲁都战死襄阳城 武修文一家不应该也跟着一起奋力杀敌吗 为何武修文的后人还能留下香火 二 武修文乃是名门之后 为何蓄积了如此之多的财富 还要躲到远离中原的昆仑山自成一脉 正因为武修文完颜平时出卖郭靖的内奸 担心引来各门各派的报复 这才远走高飞